接下來美國也擔心 當然是以哈衝突 現在究竟 盡頭在哪裡 每次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大家真的都不知道 可能在這一兩個人的 一念之間嗎 那聯合國說 接下來如果繼續以色列攻擊 拉法這些繼續的話 可能會變成史詩級的災難 那其實最新消息是 臨近埃及邊緣 邊界這裡的關卡 已經又再度遭到了空襲 透過畫面看到 這個空襲是一波接一波 那麼在這個附近 從南再繼續往北 更多越來越靠近的地方 這個是靠近在加薩走廊 跟埃及拉法關卡附近的 空襲行動 當地的民眾當然苦不堪言 聯合國說 如果人口稠密的拉法 遭到全民入侵的話 這個後果真的會是 非常嚴重的大屠殺 本週已經有30萬人 被迫離開了拉法東部 怎麼辦呢 有些人已經離開了 10次 7次 8次 離開不同的地方 一直在千里當中 我們不知道該往哪裡去 在這樣緊張的局勢裡 伊朗也來搶一腳 最高領袖 哈密尼繼續跟他顧問 說如果伊朗的存在 受到以色列威脅 例如你這樣繼續攻擊拉法 所造成的區域的不平衡的話 伊朗的核子理論就會轉變 我們沒有決定製造核彈 但是如果伊朗的存在 受到威脅 我們別無選擇 只能改變我們的軍事理論 也就是說可能會發出 大型核彈的警告 我們不得不做 可是通常這樣的說法 有沒有辦法 真的產生拒止的效果呢 以色列沒有在擔心的啦 包括美國怎麼阻止呢 以色列的國防軍主席 還譴責納坦雅胡說 沒有辦法制定加薩戰或戰略 就是說因為納坦雅胡 沒有辦法宣布開打之後 到底如何統治加薩 還有之後該怎麼處理 他們有不同的意見 但問題是說他想的是這個意義 只是拿生命在冒險 那問題是 其實拿生命冒險的是 加薩走廊的人 是拉法的人 那你看 準備加強軍事攻擊是 以色列這邊公佈 要求更大規模的擴大 去讓難民遷移 所以南邊住在加薩過境點 已經三天又沒有援助 這些人又一直不斷的遷移 連這個人道援助點都被中斷 一名巴勒散的父親 像CNN的記者表示 一家人已經被迫流亡了七八次 現在沒有安全的地方 一些家當跟所謂的孩子們 到底該往哪裡走 那現在因為美國 已經暫停攻擊彈藥 以色列議員很強 他說用不精準打擊飛彈嗎 那如果說你把可以精準打擊的飛彈 不送給我們 以色列怎麼做 他用不精準打擊來打 你看看 更一瓶整片 一樣可以達成效果 有多麼的嗆 所謂的入侵拉法 美國講得很軟 很委婉 很微妙 那拜登說如果哈瑪斯同意釋放目前仍然在加上的人質的話 明天啊 明天啊 我們就可以搭乘停火協議了 拉法很 哈瑪斯很早就說要停止了 那甚至哈瑪斯反控說以色列拒絕調停提出的停火方案 所以導致人質釋放還是回到原點 所以真的 那台雅虎是想放人質的嗎 那甚至拜登一直說如果開打他要做如何的反制措施 那目前為止只看到停止軍援而已 那拜登政府想要用機密情報去換嗎 這是另外一個消息 說有提議用機密情報去跟以色列換 因為已經勸不住了 硬的用軟的都不行 現在用所謂的機密來換有用嗎 這些情報包括了什麼 協助以色列國防軍 定位哈瑪斯首領 隱秘地道 什麼這些情報 其實如果有的話 不是早就應該給了嗎 早就拿到了嗎 這時候有用嗎 但不知道拜登的態度很矛盾 所以在國內的反彈是非常大 包括在聯合國 其中美國國務院就說了 以軍在加薩使用美國提供的武器 不符合國際人道法 但是也沒有表明說正式違反國際法 那沒有辦法核實哪些武器涉及違法 知情人士說以色列的戰時內閣 批准在拉法有限度的擴大軍事行動 就已經展開了 所以路特社報導 這個是以哈開戰以來 拜登政府對以色列最強的批評 要要求以不違反美國要求的方式進行 可是真的有在顧嗎 我看起來他還是繼續在執行他的軍事情動 華遊說這形同認可以色列跟加薩行動的合法性 容許美國繼續對以色列軍援嗎 所以美國拜登政府的做法是什麼 繼續鎮壓這些在校園抗議的學生 看畫面這個最新的畫面 還剩下一些抗議的民眾跟基地 是他們搭帳篷的基地 這個地方是在麻省理工學院 還有賓州的大學 都被說是非常重要的抗議示威的學生 這些理工還有優秀的學生 繼續在校園裡撐著 但警察進去把他們全部清空了 所以這些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動 在美國已經預計有2600名的示威者被逮捕了 這是拜登所展現的態度 亮哥所以我們看到以哈 當然繼續衝突 那以色列就是對拉法更大規模的進攻 沒有停歇的意思 美國是第一次拿出殺招 可是這是不是真的 大家也在看 因為它暫緩提供武器 其中有1800枚是1000磅的炸藥 然後有大概1700枚是500磅的炸藥 這個不提供是根據美國的一個法律 就是精準炸彈要提供給相關的盟友 如果他涉及違反人道罪 他就可以用這個理由說我暫時不給你 可是美國本來要去調查 以色列說你來調查看看 結果他就停了 所以美國現在並沒有證據 所以以色列有違反戰爭法 還有國際人道的一些罪責 就是所以他現在就不談 不談國際法 轟炸醫院民生住所這都不算 那個他一定有所解釋 他一定會說哈馬斯躲在裡面 之類的 不管這個就是調查之後 你才能夠知道責任 可是美國並沒有真的去調查 所以這個話就講得有氣無力 事實上我也看到了一些清 阿拉伯那邊的媒體 他在分析 他說以色列在攻擊人家的時候 講話通常都不算數的 他說當年他去打黎巴嫩的時候 他也說他只進去40公里 結果直接打到貝魯特 進軍120公里 拖了將近十幾年才離開 所以基本上他們對於美國 這番的說法他們還是在看 你真的不提供嗎 拜登跟這個Kirby都公開講 他們認為打拉法不是解決 哈馬斯的最好的方法 可是他也不說什麼 才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照你這個上面所講說 我可以提供你機密情報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告訴你那個領袖躲在哪裡 那你去把他暗殺就好了 大概是這個意思 可是他又不能講得太白 因為以色列知道 拉法有四個贏 四個贏的哈馬斯 以色列講白了 就是要進去把他剿滅 就是能剿多少算剿多少 美國就是覺得 你一定會扯到很多無辜 所以美國就不讓你打 可是Kirby在記者會上又要說 可是我們跟以色列 要消滅哈馬斯這個立場 還是一致的 所以你竟然就聽到了 美國有很多雙談 你不覺得雙談 一下這樣 一下那樣 可是目前武器 確實是暫時停止 可是以色列很嗆 後續都這樣嗎 如果真的開戰 然後以色列打進去了 你美國會繼續這樣做嗎 坦白講我認為阿拉伯 所有的國家都不相信 他認為最後他還是會幫以色列 甚至在北加沙 蓋的那個零食碼頭 本來是要提供物資救援的 現在可不好也給以色列用 所以我坦白說這個 可是這個 我們這樣批評也沒什麼用 因為我們沒招 我們只有在外交上 道德上做譴責 你在軍事上沒有出手的能力 現在在軍事上有能力出手的 真的就只有以色列跟美國 另外一個叫伊朗 伊朗就是他要不要用重磅 來騷擾你 讓你必須要喊停一下 可是那也不是真正的出兵 所以我們現在的困局就在這裡 我認為以色列還是要打 而且事實上已經開始了 他上次撤走了東拉法 東區撤走了11萬人 現在在撤走中區 他進一步再撤 撤完坦克車就要開進去了 所以真的是未來會有很多災難 人間煉獄 將軍當然在美國 因為不暫時停止提供飛彈而已 這個我很難想像 因為我是台灣的國會議員的話 民進黨的議員 一定不敢這樣 這個以色列的國會議員 就直接講說 你不給我們精準打擊飛彈沒關係 我可以用不精準打擊飛彈打了 一為平地更嚴重 哇 這個一筆表示以色列的議員 真的對美國他的喊話 完全沒有在怕的 對 因為以色列他自己 他有庫存彈藥 他解決這個藍加薩拉法 我認為輕而易舉 順水推舟 而且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以色列就是按照那坦亞福的 這種政治性格 就一不做二不休 就勢必要把整個藍加薩整個拿下來 那這樣的話會整 那目前的話整個尾巴衝突 造成巴勒斯坦人包含哈馬斯組織 總共死亡超過三萬六千多人 那我進入南加薩整個拿下來 還要再殺一萬多人 這可以看得出來 那可想而見之 因為他整個就是要把他移為平地 那沒有精準的 他又有坦克的重炮 有自走的流炮 還有火炮 對他轟就對了 就先做地毯式的轟炸 因為他為了讓以色列的士兵 的戰損 戰傷 降到最低 先把他轟爛 轟爛之後就 這個哈馬斯組織就戰力被吹破了 他還擊 他沒有辦法招架 還擊的力就有限了 那對以色列的士兵來看 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威脅 所以他一定就是 整個地毯式的轟炸 那轟炸的手段 沒有精準的 沒有接電 沒有遠距遙攻武器 對一般來講 對於哈馬斯來看 是那個都沒有差異了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有防空飛彈 或有什麼的 你可能有遠距遙攻 現在他毫無招架之力的 隨便拿那個火炮 自走炮 流彈炮 對他轟就對了 那轟完之後 在租屋去搜索 把他整個做剿滅 我們可以看出來 那將來的這個 對巴勒斯坦人 尤其是哈馬斯組織 還有他的這些老百姓 死傷會非常的重 以色列的士兵傷亡會非常的輕 因為已經摧枯拉朽 移為平地了 那我們現在看伊朗 伊朗的角色非常重要 伊朗它這個核武 它現在的濃縮又已經 這個精度已經到了84% 到了90%核彈就出來了 而且做核彈不會敲鑼打鼓 我要做了 都不會急講的 都隱而不顯 隱而不顯 不要讓大家知道 因為為什麼 為了機密 為了讓原子彈做出來 核彈做出來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認為 伊朗原子彈可能已經做出來了 但是這個不能說 這個怎麼可以說 因為以色列它有90枚核彈 以色列有 為什麼伊朗沒有 整個中東國家 全部都沒有核武 只有一個國家有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有90枚核武 為什麼伊朗它不做 它是中東小霸王 為什麼不做 對不對 而且它跟北韓這方面的 核武技術的交流 非常的頻密 而且非常的低調 那為什麼不做 絕對做 但是做了不能說 做出來也不能講 也不能公布 但是就在 這上面就有個戰略核武的手 在手上 這很簡單的 所以我要認為 伊朗的核武 按照我的研判 可能已經做出來了 江青說 中東小霸王是伊朗 我覺得好像比較像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比較厲害 因為這次以哈衝突 讓我們看到以色列 對於美國的影響力 它可以讓美國 對血運全面的 一面倒的言論意見之外 連要阻止它繼續打下去 也沒有辦法 教授 的確 現在以色列的力量真的是 讓一方面讓這個世界看到 就是說以色列是一個 非常強硬的國家 其實這種 往往也是小國的生存之道 就是你越是小 你越不能讓別人覺得你是很容易 可以被操縱 被決定的 可以繳稅聯合國憲章抗議 沒錯 拿那個稅子機 現在這個 我們看到就是說 最近國務院提出這個報告 其實美國方面也很有趣 他說因為 他說看起來以色列是有努力去 避免造成平民的傷亡 然後也沒有說 這個平民的傷亡跟美軍使用的武器 跟以色列使用美國提供武器有關係 但是這個到底是不是表示說 就 就是表示說就是 這沒有違反國際法呢 其實看 看起來也不顯 也不是很清楚 那為什麼呢 其實拜登現在面臨到一個 最大的挑戰就是說 他要截至以色列 但是美國國內的共和黨是反對的 那就在這個之前 因為這個AXOS 這個新聞網站公布 就是揭露了說 拜登停止對以色列提供武器 那麼這件事情就引起了共和黨的這個 這個軒然大 就是群其反對 所以現在呢 那個 林森 Gran Gran 就是這個 前一次來訪問台灣的那個國會議員 參議員 他現在就在發起 格里漢議員 他現在在發起什麼呢 就是說要通過在參議院 要譴責拜登政府 那當然現在民主黨人是反對嘛 就是說你 他譴責什麼 就是說你拜登政府 居然在以色列最危急的時候呢 去阻止武器 輸往以色列 但是呢 這個眾議員 眾議院部分 共和黨是有多數的 所以這個同樣的動作 可能眾議院會發起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等於是說 他們現在就 因為拜登之前是說你看 你這個共和黨呢 阻擋這個所謂的援助以色列 援助烏克蘭這個法案 這個預算案通過 現在共和黨就要通過 用這個事情來反擊 就是說你現在是你在阻止 武器流向以色列 在以色列最需要的時候 你反而是這個沒有幫助以色列 那事實上剛才大家都討論那個情報的問題 情報的問題根據這個 耶路撒冷郵報說 其實美國已經提供了情報了 那這些情報包括什麼呢 包括就是這些 哈馬斯的領袖到底在哪 領導人到底在哪 還有就是說這些地道到底是怎麼 到底是怎麼在哪個位置 所以這些對以色列是很重要 所以耶路撒冷郵報看起來是 就是要釋放一個訊息說 其實美國並沒有拋棄以色列 美國還是在支持以色列 但是這個是不是能夠緩解 這個以色列對於拉法的這個進攻呢 現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在於說 以色列內部會不會出現不同的聲音 因為現在已經說到以色列的情報首長 跟這個納罕雅虎 現在也發生爭執了 他們說到底你這個對於佔領之後 你的這個如何統治這個地方 如何管理這個地方 還沒有方案那你如何採取軍事行動 所以我覺得現在可能最後的關鍵是 以色列內部不同的力量 是不是會能夠居於優勢 能夠改變這個行動 是 和平什麼時候來不知道